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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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登陆龙汇宝网站 3w.66a9.com 或拨打400-025-0245 订购吧 这种方法 这叫配缩法 古人他拿了一些茅草 来做一个斗烹 配在肩上 这个雨水呢 顺着这个茅草往下流 里面呢 他就很少有这个水进去了 这叫配缩法 我们用的是中风 然后我再调浓墨 这是羽毛 羽毛为什么用浓墨 它显得呀 有力量 这是一排 然后我们在这啊 再画 大家在画它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 不要画太规矩 过于认真就不潇洒 这边啊 翅膀 露出一个侧面 下面呢 我再给大家讲一讲 尾上附语 画尾上附语的时候呢 笔 笔要稍微的沾点水 调的末呢 比刚才的要淡一点 然后干一点 挂一挂 甚至于在 这个笔垫上吸一吸 把笔形成一个扁的 像小刷子似的了 啊 根据它这个尾上附语的这个方向 我们去画一画 这种用笔 表现比较绵软的那种长的羽毛 啊 这个静语实际上跟它也是一样的 这个静语啊 也是这样画 我换蓝珠笔 调浓墨 水分不要太大 咱们在前两讲啊 已经跟大家说了 墨色是最浓的 好 下面 口放 而 这三条线的关系是这样的啊 我再重画一下 第一条线长 第二条线往高里去 第三条线啊 这样 最长 最靠中 这是最短 在尖这点 这第三条线 不要从尖那跟它一起出来 粗的地方应该往后稍微错一点 今天所用的颜色 朱砂 鼠红 胭脂 比较润湿以后 水分不要太大 呃 初学的时候往往出现这种情况 呃 颜色呀 弄得 呃 很厚 很饱满 结果画在上面以后啊 眼瞧着它就阴呢 笔尖上是胭脂 啊 肚上呢 是属红 呃 根上 是牛的猪砂 笔尖朝前 朝前 坐下去 坐下 走啊 这儿 压下去 远处那个能看你一点就看一点 看不着也就算 这个咱们要讲一讲 啊 啊 有些同学 有些同学画了以后说我特认真 我最反对那种啊 盲目认真啊 画这机关子啊 画机关子 说一个尘 两个尘 三个尘 四个尘 五个尘 说老师您看我画的多好啊 这尘都特匀 这是错误 应该像火焰一样 跳起来 然后有大有小 距离也有远有近 是吧 自然活泼 下面咱们还是用刚才那只毛笔 还是把它调扁 调的比较干 调扁以后 不怕笔大 啊 我们用它的棱 你看这个像刷子吧 有棱 用棱来画它 这点呢 是灵动的 行了 那下面呢 咱们再看啊 我把它 加点水 加点水 调 调中等墨色 然后我尖上再来点浓的 我侧风 从这啊 让它有点变化啊 有点变化 它都从这个尾巴根那出来 但是出来以后呢 有长有短 啊 这个墨色呢 也不能说整个都调匀了再画 啊 尖整身 这个笔根上呢 稍微浅一点 啊 这样呢 它就画得很自然了 攻击熊剑呢 啊 它这个尾巴上 能够表现出来 啊 如果这点还可以 适当的 在画完以后 干的擦一擦 啊 两个衔接 它就更好了 然后 我再调点水 还是中等墨色 然后尖上 调点浓的 该画胸脯了 这个由胸脯到腹部 它是有变化的 不能够说 一样的墨色下来 啊 胸部是应该强调的 攻击啊 好 跟它接上 然后走 走的时候注意什么呢 直点啊 直一点 到这以后 大腿 然后后面又出现 它的臀部 啊 然后那边的大腿 比较虚 下面呢 我们画这个角 我们可以拿花青 加点墨 花青加墨 调好以后 水分不要太大 啊 可以用两笔 这种方式去画 我再加点墨 我再加点墨 这笔啊水分不要太大啊 加点墨以后 在这勾一下 在前半截勾啊 然后出一个爪尖 这有个爪尖 这是在上面 上面 行了 这个角应该是用 比较不太显眼的 但是又比较 呃 重的颜色去画它 可以啊 如果是画黄的 里面加点褶石 稍微加点墨 别让它太突出了 呃 好我们先用这个刚才用过的中等大小的提斗 我们调的墨比较淡 比较淡 我还是从这个背部开始画起啊 它白 它就别像刚才那种点督方式了啊 这一点督啊 墨太多 肩膀 这是第一排啊 第二排羽毛 然后远处的羽毛啊 这点是很干的啊 注意呢 是淡而干 不能够让它啊 呃 这个墨色是淡 但是很阴 那是不行的 因为呃 总体来讲 这个肌还是蓬松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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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头突出 鸡头突出 用珠砂 属红 腌制 来画关子 关子 下面的肉唇 还有它的脸 脸是红的 然后往上走 我们在这张画上啊 用两种衬托方式 啊 呃 一种叫雾衬 一种是反衬 雾衬呢 是有具体的形 有一种东西在衬它 这东西什么都行 你说是花卉也行 就是鸡 石头等等这些都可以 呃 具体的物品 就叫雾衬 另外一种就是 呃 反衬 反衬呢 就是拿颜色去衬的 现在呢 我们先 呃 用 雾衬 这种方式啊 雾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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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鸡头在这儿啊 跟他平的这条线上 尽量不要再出现第二个鸡头 这个鸡鸭让他张开嘴 张开嘴啊 略高 略低 张嘴 闭嘴 行了 这是一种啊 变化 参照他找变化 这说全了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好 这机关子啊 挑起来 走 就往下走啊 下面有点碎的 脸 到耳朵后的去 然后 这个唇啊 加点水 加点水 刚才说了 画这个静语的时候 不要太浓 你看 这样啊 蓬松啊 这接上 接上以后 用篮啊 用篮 用它的篮 这一接 这一接 这一接就行了 下面我再加点水 下面不需要蓬松了 这儿啊 笔尖上浓木 点下去 点下去 走 走 走到这儿 注意 这行啊 我拿笔根再找它啊 为什么不拿笔尖找啊 笔尖的颜色太深了 别让它阴的太厉害 阴进去 破坏这个白鸡 这就不好了 测风啊 有些干笔在里头啊 浓淡 干湿 让它自然的去 表现 画完了以后啊 这个在背部 这点我还可以 在它拌干的时候 再适当的拿浓墨 再点一点 再拿一个小笔 这个小笔不要太小 不要像液金似的啊 这是雀跃棕枝 我调浓墨 搁在这儿 备用 我用大蓝筑 或者是大白云 调好了中等墨色 尖上来点浓的 行 我的手里面呢 一定要拿一个笔垫啊 我这一拿 有同学就知道了 要画小机了 墨色变化啊 加水了 让它毛茸茸的 阴出了一点 哎 控制 都集中在中间了 啊 这个机也在上 有 但是 适合